很精神 不是很精神 我以为 阳光明媚 我以为那边天气很转 让你容易起来 走来做节目 这排是正常英国天气 都是毛毛主 黑蒙蒙 这排都是这样 第二阵没什么 其实人家说现在是最难打的 心情妈妈见到天气 是呀 是呀 其实睡得不太好 真的睡得不好 因为我不知为什么最近也是差 晚上九点多钟睡 不知为什么 十一点多钟醒 两点又醒 三点又醒 刚才也是很早 你太多东西想着 三点多钟醒了 你太多东西想着 没有东西想着 因为帮大家做节目 现在BNO visa开始申请 这个周末 大家一起看着 看下公布 完成历史任务 都公布了 大家跟着力填就可以了 是呀 是呀 跟着力填就可以了 是呀 我这段时间 不停地看回香港的新闻 其实我看完之后 都有一些好笑的 我觉得 是吧 说真的 就四出很多传言 有些就是 落实了 就说 本BNO 就不再成为 香港的身份证明了 回香港的话 又不可以 买飞机票 用本BNO 证明了 那大家就很担心 究竟呢 就在这个 航空公司的 check in 如果香港出发的话 成不承认BNO呢 那昨天呢 不同的传媒都去过影了 那大约呢 都知道整个流程了 那总之是香港这部分呢 就不承认BNO了 那大家就清楚了 知道了 那我们 都要搞清楚 所谓不承认 是哪一方不承认 是不可以用BNO password 买机票 用来做一个登记 或者只是出入的 现在就 现在就未知道 就是如果 我从英国买机票回来 或者全世界地方买机票回来 BNO就一定不行了 因为你那个落地在香港 所以你就一定不受理了 那但是问题 你买机票可以不可以呢 有时用身份证都可以 有时用特区护照才可以呢 那先申报一下利益 那我就 出门经验丰富 传统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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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传统的香港人 就不要上纲上线 就是很多光环 那我们那些就是很实用主义 那我就说 什么护照都有 两本护照都有 连那位烂鬼 那时候硬皮那本 就是过了期 那个BDTC的护照 我都有 都放在那裡 英国熟土公民护照 对了 那巴达通和英国的巴达通 我两个都有 护照卡也有 你要哪一张给哪一张 我们那些很实用主义的 那就好像球游 都离开机场的人都是这样 这个我就不 就是我不是很想评论 就是他们那些 究竟应不应该有 那一个人的 我不喜欢用特区护照 我喜欢用BNO 那这些 不说了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这个是不是 那就是 对于有一些坊间里面 有一些很高贵的政客 里面就提出了 就是可能包括 刘兆佳等等 那些在内 我会取消你的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如果你拿BNO visa 那有些譬如 业楼和689那些 就会说 就迟些 就会 怎样 那这些 这些好客的说话 就很多 那公务员里面 也收到 如果你一申请BNO visa 就立刻抄理 那这些 就无从稽考 就没得评论 我觉得 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对吧 这些茶水间的传闻 我们就很难说 是的 不过我就觉得有些东西 就说得 一说到英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些 是不是过了份呢 过了份意思 就是不符事实呢 那反而这部分 我澄清一下 就是香港那部分 书基理 澄清一下 那些传闻真假 我没有什么兴趣 主要说英国那部分 就是叶柳和这个 六八九 就说到 第一 就是现在申请了BNO visa 之后 到时你入籍的时候 或者永居的时候 英国政府收紧的政策 等你两头五刀案 就这么说 是 那又叶柳就批评 英国人就真心假意 就不要管了 真心还是假意 很难知道 但是人心假肚肥 我也不知道 看白痴黑痴而已 那将来又不知道 突然转变的时候 大家又怎么样 就是 其实觉得这个政府 那些东西 就是 现在就哄你过来 接着就劈开你 要了你的钱 要了成就好像 那些情苦那样 握了你过来 床头金尽一招 踢下你 踢下你 踢下你回香港 接着我这边 到时又不认你 等你两头五刀 那大家很害怕 那我觉得 第二点我就不说 最紧要说 那你说这件事 有没有道理 还有没有根据 确实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根据 确实英国的移民的法例 和准则 就真的整天都变 是吧 是的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被人 一些担心呢 雪姬 那我理解你的时候 那真的有两次变革 有两次变革 继的变革 刚刚就是这三几年发生的 第一个 就是当年首当其冲 就是现在我申请的 一个已经有了的Visa 就是企业加移民的Visa 是 是 是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就是我来到 差不多是最后一派人 一两个月 一来到一落地 差不多就没有多久 就宣布取消了 这个Visa 其实是很多年了 这个Visa 那它取消了 就代替了做一个创新科技 那样的 创新的东西 Visa 那Visa 要的钱就少些 不过就难些 那因为它确实就真的要创新 那我们不是创新人类 那我们不是创新人类 那要当地的那些 相关的专业的委员会 是推荐你才行 那其实当然是难的 这个就是我觉得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就是在自己 就算申请的Visa 也取消了 第二个我就记得很清楚 应该都是两年 都两三年左右的时间 那时候就英国就 就着那个投资移民上面 就是很多内地同胞申请 就是很有钱的那些大款 就申请那个投资移民 用2000万港币 或者5000万港币 就是等于200万英镑 和500万英镑那只 他就说就指定大家 要找这个投资顾问 去写一个投资的议书 就不应该就 就是集中在一些低风险的 英国债券 就应该更加进取冒险的 投资方案 那就等那些 那些理财顾问 提交个专业的报告 就審核你的投资报告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买完债券你就符合有关的需求了 那是改了的 是有改到 我理解也有改到 是 但是呢 就没有追索权的 就是他都是 他就说明 譬如举例子 取消这个 企业加移民 就是我们那只 他就说明 你最后的时候 申请那个 入籍的时间 是 然后就说明 就是几月几月开始 才没有一个新的申请 那这个就 不是突然间说你 你这一刻里面 接农 接下来就不可以申请 这个永居 和入籍的 就没有说 这个不是这个 整个安排 那所以这个 包括六八九 和叶柳都说这件事 就肯定是有 没错 如果用这个 来恐吓的话 那必须 就需要澄清一下 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 开始的时间 也有一个 结束的时间 那根据BNO Visa 那那个检讨 就将会在 2025年 对吧 那所以 所以2025年 打后 会不会还有BNO Visa 那就未知的 这个确实 但是 2025年 之前 来的人 原则上是没有影响的 那怎么会突然间 在2025年之后 那检讨完 就是有些误导 一检讨完 不让你永居 不让你申请入籍 那这个就 他又未说 他又未说到这样 他留下一些空间 给你想象一下 他令人联想 是的 被人联想 那这个 都是这样的 通常说话都是 这些就是 很厉害的 神不存不灭 是的 但是 阿树基 那他们 来过 英国 他们和英国的渊源 和关系更深 没理由 不知道 英国这些 基本的政策 的落实是怎样 是吧 你说起这两位精英 其实我很敬重他们 一个就是叶柳 以前我在节目也说过 那也是多谢叶柳 帮我安排 铺排了很多东西 他当时作为入境处长 和后期做保安司 居英权 这些事情都是在国安司发生的 你也是靠他 是靠他 多谢他的功劳 他做事 真的是很彻底 很贯切的 一个做事 很有效率的公务员 成功争取 落实居英权计划 对 成功落实 争取就不是他 落实就是他 一方面 所以到现在 叶柳淑仪每次他说 和这些国籍移民 我觉得他是权威 他是权威 当然权威说话 即是里面的东西 我们都要小心去 筛选一下 看看 有哪些是意气说话 有哪些是资料 要当中你看 譬如我自己 都经历过英国移民政策的改变 在我搬去英国住的时候 英国是没有正式的移民政策 没有白字一字移民政策 那时候 现在大家看到的所谓的 porn system 入籍的安排 其实在2005年之后才有的 早期没有一个很具体的 有安排 但是没有很公布 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 有时候很多人都不清不楚 还有早期居留三年 即在工作居住三年 已经可以申请入籍了 最初真的是这样的 我也有朋友试过 甚至早期有些人 其实香港人对英国 其实的认识是很深的 很多人去英国留学 略了月之后留在这里 接着就埋职 也亦不少 这样的人也不少 我也认识 所以其实种种途径 即入籍英国 在英国生活 无论是PR或者入籍的东西 都是很多 是变化很多 比较清楚 老实实是2005年之后 就是白痴黑字 说到有Point system 要考试 对于Stay in UK Living in UK的认识等等 这些是2005年之后所发生的 这个是 我同意梁先生说 即是变化 变化就不是收紧 似乎是很模糊 清晰了 甚至某程度上 也有些阔了 拉阔了 所以就是 这个不是问题 另外 我又看过少少梁先生的东西 最近他接受一个很重要的网媒访问的时候 他说 拿着一本 1977年 英国国籍法 说 英国是整天改的 这些法例 对 1977年英国国籍法 之后 衍生了一件事 当时不是马上的 还只是铺了一条路 之后就是有所谓BNO这件事的出现 开潮就是为英国如何撤出 撤退 就是铺路 所以很多东西 是 我们又要看回头 奇哥在这里生活了几年都知道 英国是一个历史包袱这么重的国家 其实自从战后 二次大战之后 它很多原本的殖民地 很多变成了独立 自治 有了自己的主权 所以在英国国籍的问题上 一直都要变 因为遷就这个不断的变化 最简单 就算好像刚才昨天开始容许申请 BNO visa开放申请 内政大臣彭代宁 他直接在Facebook上面 就有一个平台 就是欢迎大家申请 就是一个 你没有什么 你看到内政大臣 真的开门 欢迎你来 欢迎大家来 是吗 就是压走大家 那些非法移民 通常就是彭代宁 出来差不多 打开门 大家来帮助 就是说彭代宁 然后被我拉开两句 就是其实他自己也是 受这些类似的政策受惠的人 大家知道彭代宁是印裔人 他是印裔英国人 他的家 其实是当年1974年 在非洲乌干达 被阿敏当时的独裁者 在短时间之后突然一朝 要把印裔人推走 当时走投无路的人 全部都要很短时间 卖了家当去英国 当时唯一英国就收容他们 就是走懒地走 他们上一代就走入英国 这个就是他们父亲的一辈 到现在后来 才有他们现在在英国 所以某程度上 他的身份 都可以说是和后期 像我们这一类 流入英国的人类似 所以就 是 所以这个是变 但问题 就要说得清楚 不把事实的全部 说出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恐吓 我觉得他真是恐吓 我觉得他是吓大家 不是吓大家 吓大家 又会改 梁先生拿着 77年国籍法的 检讨绿皮书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是和74年乌干达事件 之后没多久 事隔几年 所以正正 正常的人不会继续 其实梁先生当年移民 是否刨了这些东西 做好充分准备 对不起 我们澄清 梁先生没有移民 我知道梁先生没有移民 他帮家人 但是梁先生 其实我们很有趣 例如历任特首和英国的关系 始终是很密切的 梁太呢 梁太其实 大家都可能有些 做得 新闻一行长一点的人都知道 梁太其实有个英国姓 梁太的中国姓就是姓唐 唐清姨女士 不是 梁太当然 梁太是唐清姨女士 但是唐清姨女士 当年其实是有英国的国籍 以及她可能是 她可能是 她可能是 她姓 她姓Huggins 她是Regina C.Y. Huggins 所以梁先生结婚的时候 当时梁太的名字是Huggins 所以她对英国的认识 那真的很渊源 所以我不敢挑战梁先生对英国的认识 不过认识的事情 层面很广泛 有些人喜欢看着某一方面 执着在某一个层面 有些人喜欢执着着黑暗面 有些人喜欢执着着光明面 大家看什么就看到什么 就是求其所好 而且公开也知道 梁先生以前很多物业 各地都有 她作为行政会议成员的时候 她也常常在英国 我也在伦敦见过梁先生不止一次 甚至在很公开场合 当年她还是行政会议成员的时候 香港驻英那时已经是回归后 已经是经贸办经济贸易办公室 当时的专员就是林郑月娥 就是现在的特首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新年 当时梁先生也在 两位先后的特首都在那场合 我还记得那一次 其中一位嘉宾 当年来这个经贸办的嘉宾 当年就是彭氏国 John Prescott 当时的副首相 整个场景很热烈 梁先生还真是四万这样的口 周围和那些人拍照 很热烈 所以她对英国逆声 我真的不敢挑战 只不过她这方面 可能说些不说些 就担心 因为她忙 有些事怪一 有时可能说不完 那样 那你不懂 不用跟她玩了 这个明显 我就觉得她根本是有一些不懂 因为很简单 其实在这一刻里面 5加1这个入籍的计划 其实英国外交部澄清了 不过我再也想说多两句 就是说其实这个5加1的计划 不单止只是给BNO visa 其他visa都是跟5加1的计划 无论投资移民也好 无论企业家移民也好 创新移民也好 等等都是5加1的 甚至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欧洲人在英国 他的pre-settlement visa 是怎样呢 有些人在2020年的12月31日之前 未在英国住满5年 就是5加1 他就需要申请这个visa 跟我们一样 都要申请的 他申请的过程里面 就需要住在如果他未够5年的时间 就引入这个5加1的计划 或者他在12月30日之前 再来的时候 那他又是未住满5年的 那我住了一年 那他要是5加1的计划 他就要住满5年 如果他需要入籍的话 就是再加一年之后就入英国籍 所以这个5加1计划 在现在英国的移民制度上 是一个基本 是一个基本 当然是有例外 例外就可以要快些 我举个例子 譬如在投资移民上 如果你是投资这个200万英镑的话 那你就要5加1计划 是 不过你投资多些 就是多些钱 阿树基你多些钱 就是有钱就走快些 5千万的话 你就是三年 就是三年 那如果譬如我们 譬如企业加移民 最后一批的人 对上很多人都参加了 投资计划 那就是 都是5加1 你首一次就会大约是给了30个月的Visa的签证给你 接着你要再续证的 你要再续证 那续一次才可以 我就再考试试 就是我 譬如 接着我要考试试才能入到 就是再去申请续证 续完证 他都是计你5加1 就是5年的话 你就可以 就是再加一年就申请 5年就是永居 再加一年就入职 都是5加1的 那他都可以在你续证的时候 拦你 在续证的时候 拦你 你说你没投资 没什么 那另外 如果你想快一点 没问题 那如果你的营业价 是达到这个 1000万 那另外你或者 你是请到10个的 英国的本地员工的话 你就可以三年 这个就是可以拿到永居 那可以快一点 有些所谓升级渠道的 就算你去那个Visa Center 申请Visa 都有升级服务 你多给点钱 英国人都很实际 每个东西 你多给点钱都可以 但是呢 就是你的基本表 5加1 这件事 就是提供下去 无论你是欧盟 现在来英国的 在英国居留的 或者是你其他Visa 在这个居留 都5加1 那他突然间改了 那个欧盟的脱欧 他都是拿回5加1 来做的 他都不会 另外去创一个新的 所谓的永居 和入籍的条件 那所以你说 你来了之后 如果不是5加1的话 突然间在你申请永居的时候 有改了 那这个就真是匪夷所思 那当然 他们又说些不说些 又确实是已经全门列出来 你要有两个条件 你就可以拿到永居的 第一 你的英语的能力 如果你在英国 或者大学不业 有英语能力 或者你考一些去认可的文憑 是达到那个英语水平 这个就是上网自己找 第二就是Live in UK Tax 就是查查一下你 那是入籍的 这两个客人 没有任何选择 只是放一本书 鸡精书 就这样填填填 好像考车牌那样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 一个永居的要求 我就看不到 为何梁先生和岳柳 会说些不说些 去吓大家呢 我们回来再见 好 好的 我们回来了 可以 刚才在这个新闻之前 就都跟大家分享过 究竟那个5加1 那个永居和日直的条件 和要求 就不是好像689 和叶柳说到说些不说些 那么恐怖 也都很清楚 在这个英国内政部 那个相关的条文列了出来 那就再想说多两句 然后就可能有些听众问了 有些你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你可以回答一答 其中有一件事 我为什么都再要讲讲 所谓的欧盟的 Pesettlement Visa 好像这个BNO Visa 是怎样呢 就是说你根本是不需要有BNO的 你曾经申请过BNO 你就有这个香港人 你就有这个条件 是拿这个这样的Visa 你根本是不需要有一本BNO的Visa 即不需要有一本实体护照拿着在手 实体护照 不用的 我有个同事 他就是欧盟护照的 他又是来读书 他又不是之前住了很久的时间 他就是5加1在英国 现在在英国 他是拿着欧盟的其中一个国家的护照 他跟着就用网上申请 他就比我们好 就是我们有些人 就是我们没有打手指毛 但是欧盟入境的时候 全部都打手指毛 甚至如果你最后批了BNO的Visa 你来英国的时候 入境那一刻 Antrine Clearance 你要再左右手打手指毛 那些所谓生物特征 在英国就叫做 你的Binetics 对了 要打手指毛 现在我们上去北角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北角呢 其实他要拿你的手指毛 就是用来做你的Resident Permit 是这样的 如果欧盟过来就连这步骤也省下 所以他那个网上是更加简单的 就好像将来我们2月23日出的网 跟着他回答就可以了 A B C D E 这样会全部掉出来 那过程里面 他也是5加1计划的 他从来都不需要再因为这样去申请一个Visa 或者他那本东西 他那个欧盟的护照里面 没有Sticker 没有一个Visa 他上网登记了一个电邮给你就可以了 跟着呢 在英国里面就是继续居留 继续住 因为你的出入境里面 英国的海关是知道的 根本上是 是吧 你的阶段是知道的 阶段控制是知道的 所以他出入入都知道的 不过你要记下你那些出入的情况 将来就是你做这个Settlement的时候 你要有这些相关的资料自填的意思而已 所以他其实未来这个BNOVisa 即是现在我们申请的BNOVisa 有点像他那个欧盟的Persettlement Visa 差不多 因为他根本上是不需要你 是特别向他申请的护照 用你原先有的护照 所以我觉得是很似的 所以就不需要 因为我网里面看到有些人好笑 如果你是真正的男人 就好像我这样 撕了本这个BNOVisa 所以不要紧要的 没所谓 如果你真是男人的话 你撕了本BNOVisa 原来你也继续有资格申请的 如果你曾经拥有就可以了 你有个数码就可以了 你忘记不要紧要 你给个身份证号码 其实英国内政部 都因为你香港的身份证号码 都会测试到你究竟 是不是拥有这个BNOVisa的合资格的情况 所以网上有些傻子 就不需要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就是不用剪 如果真正的男人 就映映了一本BNOVisa的面 撕了他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还见他有些是剪了角的 有些是剪了角 剪了角也没关系 英国政府也认你的 有些人很担心 为什么那些什么男人 什么臥底来英国 不要紧要的 英国是多元社会 所以什么人来都可以的 没所谓的 不需要担心 那去到来就自然会同化的了 他自然就会去投票的了 那所以这个就得淡笑了 那所以也都是拔显到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这个BNOVisa 这个东西不需要Visa 实体Visa 你说了 是说你是不是B格 所以就跟其他 比如欧盟来的人 是拿回 你拿特区护照 也没有人理你 不要紧要的 是不是 那跟着下来 就 你在英国的话 就不需要你放弃些什么 那这个就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 五加一 那个计划 就不像月柳和 郑英哥 六八九 有那么恐怖的 也都很清晰地 在不同申请Visa的情况下 都是根据这个五加一的计划 是永居和入籍的安排 那这个就不要说些不说些了 是的 那基本上 其实 第二样东西多的 我不敢说 因为我的社会接触就是这样 我的阶层 不是那些上流人士 但是在日常生活接触里面 起码在生活的经验里面 就说 这些东西基本上 白字黑字的条文是这样 通常在那边 大家都是跟着做 只不过有时候 你觉得它太古板 跟得太过离谱 就是有时候 不是很懂得灵活变化 那这个是真 所以就说 是 比较上是这个问题 我又觉得 所以 有些听众在网里面 提过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如果是2月23日 有手机版推出的时候 先申请 是 现在是不是不用上去北角那里 那里 那当然不用 是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有些人问 5加1 那个 计划里面 五年之后 就不一定是可以 入籍 我理解它 就不一定可以去永居 是吧 因为永居 也有永居的手续 在永居手续里面 包括刚才我说的两样东西 就是你要 拉面UKTES 你要有这个英语的水平的测试 那这两样东西是有得考的 那大家努力 你要融入社会 你都要有基本那个语盲能力的 那其实来到考是考厚市的 那其实呢 就不只是针对这个BNOVISA 那其实呢 所有人入籍都要的 配偶VISA 配偶的VISA 你永居就不要入籍 永居 你配偶的VISA 你其他的VISA 都需要你 Live in UKTES 以及需要你有语文能力的证明 那无论你在英国的大学也好 或者认可的机构 拿到你那个资格 或者你在英国读书 那所以你在英国大学毕业 所以有 那这个也是很清楚的规定 如果不是你就可能要 Extend VISA等等的情况 那这个就不希望大家出现了 那所以这个移民顾问公司 说得也对的 那当然永居的过程里面 包括还有其他东西 就是你在英国 在这几年期间 没有一个严重的罪行 就是没有犯罪 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是不是 那所以如果你说要恐吓的话 的话 我也会赠一些 现在我们的高官 包括六八九在内那些 小心点 英国内政部 曾经都遞夺过 英国护照的持有人 就算是英国出生的那些 我都 包括六八九 如果你和阿尔盖达组织 是的 刚好想说 又或者你重选种族灭绝清洗的话 认为你是中国的高官 有机会帝夺你家人 或者你 你英国的护照 那这个 小心点 六八九 小心点 七七七 我可以这样说 那实际就是 对 你记得有个英国少女 是不是 跟着男朋友 去了伊斯兰国 对 对 对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 我刚才想说 是的 我也听过有几个 取消英国的公民权 英国国籍 甚至是英国出生的 就是伊斯兰国 你和伊斯兰国有关 触犯了反恐法 这个有机会 尤其是 譬如 我都不记得上次 在伊斯兰国 里面一个涉嫌 杀了很多外国人治 那个是John 我记得是 他也是被取消了 英国的国籍 对 最后那个 是的 全息权 最后就真的在内政部 是的 真的会的 会有连语 突然间 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间觉得 某些执法部门 就是违反人权的 那可能他觉得 哇 这些这样的 可能对英国构成威胁 他可能都会遞夺他的英籍 或者对英权 所以就是 所以为国家 为国家领导人担心些 如果现在 就是 在国际上被人指 对某些种族 最近都 对 有所谓种族清洗的 涉嫌疑的时候 为国家级领导人 就是他们担心是合理的 我们这些小市民 跟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老实实 是的 所以这些 你看到英国政府 假仁假意 真的 分分钟取消你 那个 这个居英团 那个 BC护照 所以你小心一点 真的 是吧 真的不要来英国 郭珍 立刻撕破 英国护照 最重要 是吧 不要英国这么多人 这个 就是 逗客 是吧 这个没什么意思 那 只有淡笑 但是有些的具体资料 就和书记你分享一下 有些资料 都要说一说 申请BNO visa 的时候 就是第一件事 你要证明 你那个 在英国 就有居住的地方 其实传媒都说了 就说 有些住屋的要求 要求 免职的要求 就是等于 譬如我收留一个朋友 在这里 英国居留 譬如一家四口 如果我只有一间 我住的是一房的 或者我自己一家四口 住两房的 我又怎么接待你呢 我接待你不到的 或者你租一间一房的 接着有十个家庭 也做不到 那这些都是 一些常理的东西 英国佬不知道 想得这么细緻 在这个问题上 也想得很细緻 让你不要挂单 挂名 拿个地址 你真的进行租屋去住 这个安排 第二件事 就是 究竟是 需要 你的户口有多少钱 当然移民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就说 其实你不应该 这么少钱来 这个不要说 因为每人 封劫又人因人而言 但是他也说到 除了住屋 住屋 我解设你半年的住屋 安排 你最少 你租一间屋 可能是一千磅 或者一千五磅 六个月 你便自己计算 说你一次过 已经给了一年租 那就给人看 你就有住屋安排 这个 除了住屋之外 他有大约一个参考的金额 比我估计 那时候 我站定 是多的 他就说 一个单身的人士 就大约是二千磅 二千磅 你的保障 如果你是一个配偶 和有个小朋友 就三千一百磅 如果你是一对配偶 是三个小朋友 就是四千六百磅 如果你是一个配偶 再加上两个小朋友 再加上父母 就九千二百磅 对不起 比我估计少 我说错 因为我估计是两个小朋友 的四人家庭 那现在如果你是三个小朋友 的配偶 都是四千六百磅 那我估计的时候 四人家庭 你最好有六万五千元港币 有一集是这么说的 他比我说更少 我是用自己的 所谓的 企业家移民 投射出来的 所以他比其他的移民低 相对要求的金额 那他就要四千六百磅 是一对配偶 三个小朋友 那这个就是 但是他就除了你住宿 他除了住宿 那这个就和其他不同 那我们是包括住宿的 那时候你说六万多元 住都可能要千多磅 那我就觉得有这么有趣 那他这次是分开了 细致了 其实 那至于你有的钱 你就自己算一算 假设 如果你需要有 大约是千多磅 一个月 是租楼的 那你再加上你 应该有的四千六百磅 一对夫妇 三个小朋友去算的话 你大约你就预 这个十多万 那你肯定在户口里面 给别人看 这样 那这个 他其实在那个户口 近行存款等等 有很具体的安排 就可以上网自己去看 那 就至于那些 visa application的钱等等 我想各大报章全部都有了 health care surcharge 等等都有了 不过如果你是LOTR入境的话 那你现在申请 那个转做BNO visa的话 如果有得 就是你刚刚来的 那你可以退的话 你就可以退回 你多矫了的NHS的surcharge 那有关的安排 也都会在2月15日的时候 你收到英国的 当地的移民局 通知你去怎么办理 有什么途径去处理 你那个申请BNO visa的要求 你会收到电邮的了 这个就是最新的安排 那因为这个BNO visa 就一直下来 那过去 暑机你都知道的了 英国人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烏封烏封的 其实很细致 但是都没想不完 有些东西 那变成你去到申请的过程里面 或者是过关的情况下 他要做多几次才熟的 好像当时LTR 对 LTR初初都会脱落的 字眼不是很纯索 但是脱落的 这个大家又不用突然 那么惹怯 那么惹怯 始终都是 都是有个过程的 对不对 正如我昨晚 跟朋友谈的过程里面 他真的去看了申请表 其中看了申请表的时候 他都 糟了 为什么呢 他曾经就问犯罪记录 犯罪记录 原来他的犯罪记录里面 是包含超速或者是维例泊车的 其实我呢 如果要认识 我都要列出来 大佬 我就会记得扣分那些 但是我就不会记得维例泊车那些 这个也是头痛的 那么进填 其实他要查他也有的 那么他也包含这件事 所以有些超速开等等 英国是旁边清楚的 我不知道香港是否清楚 英国就 你上去运输罪 要列出多少分 什么时候 扣了什么分 那这些我们有的 我是很厉害的 我一来就背了几分 也算了 这样要列出来 那当然 这个也要看情况 因为 英国速度情况比较严重 香港老实实 香港的驾驶者 一般来说都比较巡规度矩很多 就是 你以为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凡事都有例外 但是英国有时都挺严重的 就是有些叫严重超速 所以就 那其实你要填 要认为 那些交通的问题 那些交通的问题 需要上庭的话 其实你要列出来的 这个不单止现在列 其实你到时候 设计同盟都要列清楚 所以那些告票 有的话 就麻烦你集齐它 到时候 不要让别人觉得你 即是 他算不算你一件事 或者他考不考虑 如果你不实的话 这个就在英国填表上面 是最头痛的 你不实 不实的话 你如果刻意不实 更加麻烦 但是整体来说 昨晚我都看过一点 因为我都好奇 上去BNO Visa Application 看看它填表的情况 我的印象就是 跟英国申请很多其他东西 那个表的填法都是差不多 它都是给你一步一步跟着去 基本上那一步不完成 它就不让你下下一步 在英国很多时候 我试过 以前早两年 帮我儿子申请大学的贷款 都是这样 都是类似的 每天的情况 那就很大路 应该就说 又不会有什么刻意很刁难的地方 基本上大家给一些耐性 就应该可以完成 是 没错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理解的所有的规则 和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你在银行月结单的时候 它要你提供 就没有说是多少个月 不过你就最好提交三个月 和完整的月结单 不要那些网上打出来 那这些就是我和我们申请其他的Visa 其实都差不多 就算学生Visa 都差不多 正正常常的人 带去LTR 那些编了几个月的Band statement 有的结余 其实都过得到 那就 没有需要特别太过 太过鑽牛角尖 去想一些其他古灵精怪的东西 想到别人都可以 失败你的方法 是的 是的 所以你最后 也不需要带一本有效的B&O 大家又千万 这个多口说 不需要 现在快快去申请 或者取消你的B&O 这个其实是 他觉得你选择是计算你的身份 老老实实 香港人其实出门经验都很丰富 一般香港人 以前经常去这么多旅行 四处去 大家都知道 一向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证 B&O Visa 特区护照 特区护照 这三样东西 出门的时候怎么用 其实大家都很有经验 未有这个争拗之前 大家都知道 B&O护照 一向官方 中英雙方都说了是旅游证件 不是身份证明 所以大家已经 根本这件事放淡了很久了 只不过如果政府 現在特意想 Single out B&O护照 来做些事情 那就没法治 很少两个大国争拗 就是反制措施 我都觉得很奇怪 反制什么 不是反制英国政府 是反制香港市民 你觉得英国政府做得不对 你找一件事 当然针对英国政府 或者用一些相应的 放宽给英国人 来中国 之类 他应该不承认英国护照 或者之类 但是没有理由 接着就租资些 拿B&O的那些藝民 是的 然后搞你们麻烦一点 你不承认英国护照 就较为重要一点 这个都牵动挺大 所以有时候 太过看真些 有时候这些东西 真是 大人打架 找一些小孩子来租资 那就不幸好 暂时没有法治 就是 唯有见步行步 是的 所以有些朋友 如果就住 很多零零碎碎 想和我们分享经验 你申请的过程是怎样 提醒一下其他人 因为始终申请的过程里面 虽然阿柱基 说真的你都觉得 你申请所有东西 就经验丰富 但确实申请一个移民的Visa 我那时候都很苦头痛 其实B&O的Visa 我经常觉得是 相对为何简单舒服 各样东西 我们申请其他Visa的时候 真的都有一些panic 提交文件 大多的情况 你不同 不怕漏 不 比较不同 因为当时申请给你的企业投资计划 这些酒盏位很多 跟这些就这样填表 有时都怕不够 所以不够 这个我觉得是很清晰的 这个情况很不同 有些不同 所以基本上 英国人做 尤其是官僚机构做事 很看白纸黑字 你比较白纸黑字 多到他都是 可以了 那你就最稳定了 这个就是 多到他 多到他 是对的 最多 整个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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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下新闻 看看有没有新进展 这方面 新闻回来 我们继续再谈谈 各方面的话题 有些听众问一下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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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 因为现在根据B&O 你连续12个月 就不可以离开超过180天 这个就是Visa的要求 还有其实 除了这个Visa之后 Andy就让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说 刚才我讲的 那么多样的Visa 和Settlement 还有一件事 就是一个叫特年长居的Visa 也有的 也有的 就是你无论什么Visa 包括你是studentVisa 也好 什么都好 加在英国居住了十年 这个就可以拿到这个永居 当然里面 也都要提出两件事 就是说你除了要留 同样是要过这个Live in UK Test 和要过这个英文测试 但是并且你连续居住 就不可以一次过离开180天 或者是总共十年里面 不会离开英国540天 这个就是十年 十年免居 那就是说 你在这些摸摸 接着五年Visa 再加上 如果你是申请Working也好 申请这个再读书也好 studentVisa 读master也好 加上十年 你都可以拿Settlement 一定是五加一计划 这个就要多谢Andy 也都是提醒 那你说这个一个听众 住在哪里之前 有人继续问BNOVisa的东西 那我先回答一下 好吗 第一件事就是 那个阿关提到一件事就是 在网页里面 那个top check 就说 他已经买了二月尾机票了 如果BNOVisa 没出到的时候 怎么办呢 其实就说了 LOTR的申请 就去到三月尾 是的 是的 去三月尾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是阿关的 我就会选择LOTR入境先的 我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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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就 办事 始终在英国办事 是多资源过 或者问人 各样东西 是多资源过在香港的 如果大家知道 英国政府在北国 那个所谓的 签证的代办中心 Visa center 其实是外判的 外判的 就不是代表英国政府 我领教过的 我想很多家长都领教过的 那个 center 你拾问就不应 拾问就不应 有些人就更加欺骗 所以我对服务就不一样 但是这样 我就帮过 梁女儿和太太 就在英国申请过 申请过 这个学生签证 等等的续证 当然 就给多少钱 拿到Premium的快证 服务很好的 很有善的 有问必答的 香港那些 你有没有留 你留住 我帮你搜索 你放下 就是这样 好像去公立医院看症 英国也不是解答你 你真的没有东西 我就帮你 音声小气 我帮你搜索 就是 来到英国 服务也好一点 Visa center 所以如果我是阿关 我就老虎 就进来 拿了LTR 都是这样的文件 来到慢慢填 那个网上版 都可以 就不需要太急 那当然 你说不是 我一定要5加1 我继续了5年 我要2月 我就拿设计 图文 这个就另话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 Catherine Wong 就提到 就说 就想请教两位 就是说 父母各自有BNO 儿子已经18岁 没有BNO 那可否就没有根子 申请三年之后 父母才独自申请Visa 其实现在就以一个三年那个 对不起 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申请的 所以如果你的主申请人 是母母都可以的 第一 那就加上爸爸 和儿子一起进去 所以就突然间没有了一个家庭成员 我就担心未必是符合她的要求 一个所谓家庭的 而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申请了 如果你将来用网上版 不是用现在 90天内一定要进去的话 根据那个政策 其实父母可以迟一点来 或者怎么来 是可以分开处理的 这个我就理解 幸好就是 他的儿子超过18岁 那其实这个计划 就是现在的BNO visa 不是一个太空人计划 如果有些儿子 是小过18岁 想着妈妈就过来 这里先和儿子 读书 爸爸不来是不行的 因为根据这个计划的话 你18岁以下的小朋友 在英国的时候 父母都要同时在英国 根据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Cathine Wong的安排 就弹性一点 虽然他申请上面 我理解是需要整个家庭申请 当然他主申请人 父母都是有BNO的话 可以用母亲来申请 如果你用手机版的话 应该就是 就是父母可以拿到这个申请之后 不入境住 直到你那个 觉得合适的时间 是的 然后再来 就是这样 我理解就是这样 是的 我的理解差不多 这个弹性大一点 就是用那个方法 比较上 是的 18岁就 就是他没得说清楚 但是如果你的主申请人 是父母但是他不来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可以呢 这个灰色地带就没有说清楚 我就不敢说了 这个情况 可能可以也不一定 就是字面上好像可以 又好像不行 是的 就是主申请人不来 其实有些荒谬的 主申请人不来 所以就 所以用母亲就稳定一点 如果你有弹性处理的话 无谓 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当然不清楚 他移民官 或者途律控制 或者批准你那个 都可能不清楚 他就觉得很混乱 入境的时候 你给一些难题 你给一些难题他搞 你到时候他搞不清楚 就罚你坐标准 就不用坐标准 就有个四方框 就不用坐标准 慢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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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标准等 这个就答了那两个问题 有个听众也发了一些讯息 我叫书机你帮忙打一答 好 有位 先看看 我要找个信息出来 另外有位朋友 是问一些关于屋的问题 你能看到 如果买一间屋价是25万磅 要花多少集费 律师费 现在仍然有个信息假期 我知道 在三月底下 是的 25万便可以标准 到三月三十一日 不用付标准 政府也继续会延长 希望 希望 律师费封键由人 你可以隔一隔 到处 是的 这个很难说 我是贵的 便宜的 律师费 基本上 最后一样 是的 结果一样 不过过程 当然给多些钱 便会做得好 即是他会 经验不要这么说 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我拘捕过东西了 不是不是 我拘捕过东西 我租这个写字楼 现在的写字楼 真是 事情都没做 就弄一张单来 四千多部租约 四千多磅 所以我 你租的地方大 我就跌下地了 不是 我觉得不是地方大 肯定是地产 跟他有关系 是的 那就 比比比比 我说 大佬租约都没签 比什么 膝头对上就比 现在找另一个 不要 我访问过他 接着我有家铺 找他 申请千多磅 真的相差很大 多些价 这个 但一个简直 吐血 接连 我的经验 都是说 我们买屋和卖屋的时候 用的律师都是 我们买屋的时候 当时 什么都要最稳定 又找回当地的律师 那些东西都是均真的 那些价钱 等等 后来我们到卖屋的时候 我儿子做事 他就说 他就冒险些 他就找些网上的律师服务 最便宜的 一千磅 搞定了 那 过程 有时候 你是觉得他没有跟得那么好 但最终 都是搞成了 就是手续做完了 所以封箭尤人 所谓集费 就不是很多 我印象中的所谓集费 就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没有香港那么复杂 没有香港那么复杂 不是像你要入伙的时候 又要给园艺费 又什么费 管理费 这些 我觉得是比香港的 我的经验 这是我的经验 奇哥 你买楼多 你买楼多 你买楼经验多 我不敢 我只是一两次 有位Ocean Shore的朋友 他就问起Wedding 他就说 我以前住在一个地方 其实我以前不是住Wedding 我住在牛津 不过Wedding 就是一个交通大站 来牛津也算近 可以说是英国向西走的交通书楼 你去那边很多地方都经过Wedding 所以论交通就很方便 还有火车去伦敦的 奇哥最熟的Peddington Station 亦都是半个小时 是不懂英国的地方 我刚刚来到小津 才懂的地方 其实现在我自此都没有去过 这个地方 所以Wedding的优点 或者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交通书楼方便 过去那段日子 都算是OK的 即是说无论是居住 或者商业 或者不是一个很差的地方 但是我呢 你让我选择 当时我住在牛津 不是住在Wedding 我也问过一些朋友 为什么你住在Wedding 或者其他 他的答案都是expected 因为牛津的生活费用 他觉得 因为游客多些 虽然牛津的交通方面 和伦敦的关系 更加强 因为有巴士 有火车 Wedding主要是交火车 另外就是Wedding 如果说到IT行业来说 最近这几年 我脱节了一点 但以前来说 英国在IT方面 以前有个所谓的M4 Corridor 就是说由伦敦以西 走一个地方叫Slau Slau到Wedding之间 这一段地方 以前是不少IT企业 在那里设立Headquarters的 的确 如果你搭火车 由Wedding搭火车 到伦敦 沿途 你也看到一些 我们很熟悉的 大招牌 Microsoft 之类的机构 是存在的 当然 所以都可以的 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 和Wedding的大学 是有名的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说笑 就是说 人们不能进入牛津 近一点就去Wedding 一个说笑 当年也是 Wedding的成立 有一部分的科目 都出名 它是在中游以上 现在我说到排名的东西 现在我不敢说 现在最新的我不敢说 以前是三十多 全国 都可以的 都是好的 在住那方面 我就觉得个人印象 这个绝对 绝对 我就觉得Wedding 平淡一点 跟牛津比较 都稍微平淡一点 生活可以的 人口都密集 书记 例如在伦敦很热闹的地方 说真的 在英国很多地方 都是很统一标准 都是平淡的 是吗 它比牛津 也比Eastbond 你到处都淡的 你不用比较 那一定要告诉香港朋友 有一个购物馆 叫做Oracle 在河边 挺漂亮的 这一个就是 所有大百货公司 都在那里 叫做Oracle 可以说是 变成新的Wedding市中心 但是Wedding外围 附近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市交式的生活 是不错的 有很多 所以Wedding市中心 可能是平淡一点 Wedding周围 有些地方都可以的 我以前和一些朋友 都说过 譬如Woodley Wedding以外 第一个 向伦敦方向 第一个站 Woodley Wokingham 很多新屋 在那里建 新屋 舊屋 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不是很喜欢新屋 我嫌新屋 就小 通常和香港一样 越新就越小 房子越起越小 越起越贵 越起越小 这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不错的地方 Wedding也有出名的学校 不论是技术学校 或者是中学 都有些比较出名的 另外他又说起几个地方 奇哥你也认识的 Croydon Sutton 和Kingston 但是我对Croydon 一般 一般 Croydon 我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Croydon 其实礼拜三的时候 我也有访问一个律师 因为Croydon 那里也计算稍稍稍 我觉得我计算稍稍稍 那里也计算稍稍稍 那里也计算稍稍稍稍 那里也计算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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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但是传统上East Croydon 也是一个中产地区 以前有很多香港的 我认识有一群香港的中产阶级 都住在East Croydon 现在最近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赚了钱 卖了房子 我又不知道 当然距离较远一点 在近社区就是差一点 另外那两个地方 Sutton和Kingston 都是On Thames 这两个都是Sutton on Thames Kingston on Thames 就是在泰晤士河旁边的小镇 就是伦敦西南市郊 是好地方 Kingston一点也不便宜 我对Kingston的印象是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要每一天 来往去伦敦市中心 可能都要坐半个小时以上的火车 有时候可能会嫌路程 有时候会逼一些 但是Sutton on Thames 和Kingston on Thames 都是一个好地方 Kingston的小城市 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一点也不便宜 那边的地产 也可以选一些河边的房子 更加漂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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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和有个听众 就问我快速速回答 你可不可以补充 暑机 在居住条件上 是的 好的 我简单说两句 第一件事 有个听众就问 亲苏珠 就问 儿子申请 跟妈妈 爸爸 可不可以来呢 根据BLV申请 你可以带你的父母 父母 祖父母 直落 即是你的直系亲属 是可以申请的 所以是可以的 简单来说 第二件事 就是有人 就是问到 就是 儿子已经18岁了 可不可以跟妈妈一起申请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问题 都是说 那句话 就是因为你 以家庭为单位 所以 你 除非有合理的理由的话 如实上 爸爸都应该 一起申请 一个家庭去申请 以家庭的做法去做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 有人都问到 我们是关于 律师等等 卡碟 就是很多格价 但是另外 会计师 我就要讲一讲 这个当然 我不是有任何的种族歧视 或者等等的情况 在我自己 特别是做这个小生意为例 我都试过的了 由于我们香港人 都涉及很多 你过来的时候 究竟你的钱怎么会 有其他的安排 本地一些很本地的律师 其实 本地的会计师 我说了 本地的会计师 他有些不是很熟 说真的 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 是有很多华人 不知道你的 即是很难和他沟通 其实很多华人的会计师 或者是就算说普通话 中国的会计师 的企业 的会计师 其实是多一点 理解你的状况 所以我都是 临时临急是转的 即是第一年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 即是我们最怕 但是暴漏 暴漏 它基本上是 所以你暴漏 有些人以为是 不算和不算是两回事 所以有些本地的会计师 这些会计师 他就努定一点 因为始终是英国人 他觉得不需要就不需要 但是有些的华人 或者香港人 开的会计师 就会知道我们担心些什么 就无谓走灰色地带 所以我就会倾向 即是名字我就没有了 我就会选择一些 即是本地华人的会计师 这个就是我的选择 那我们 即是我也有一些 家里有些小生意 那我们就因为 生意的性质比较简单 那我们就用 我们就用 我们就用回当地的会计师 即是本地的 但是发觉经验也好 那当然就好像奇哥所说 那他们很均真 跟着你的东西帮他们做 我觉得服务很好 但是他就不会帮你 考虑其他东西的 的确是真的 所以很看你的需求是怎样 是是 是 好 那我们回来就转转话题 雪姬好吗 好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再谈 来英国 最重要的其中 有些人的考虑 就是说 英国究竟疫情是怎样 安不安全呢 是不是 那么 那个过程里面 我呢 最近 就 刚刚礼拜日的时候 就 不停地看新闻 那 今次 就英国和 约翰逊都威胁一次 第一件事 那第一件事是怎样呢 就是这个打疫苗第一针的情况下 昨晚应该 星期六都去到九百万针了 那应该打完这两天 就英国就 一千万就打完了 应该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了 单一个国家 那以数量上面 那 比中南山说的 什么国药等等 全世界打二千多万针那些 我觉得 现在单一个国家来说 不同群组 那和呢 他应该是 先打的是 更加老和弱的先的 那所以那种疫苗有没有效呢 就很快就知道了 这个阿士康内疫苗 和 阿士康内牛酸疫苗 和这个 Binotek的辉瑞疫苗 那所以很快就清楚了 那现在这一刻里面 那个受感染人数 就下降了的 就平均受感染人数 是二万多宗 几万人数就下降了五百多 那希望一路都向下的趋势 不停传媒都是在说 究竟是需要是 究竟我们可以几快 几快几快地打 追不追得上 那个受感染人数 那这个就是 这个一路的关注 那我说的就是 好消息的地方 就是 约翰逊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面 就一路都被人盯着的 就说他做得不好 后知后觉 等等等等的东西 上个礼拜 真是咸雨翻山 书记永远都说一句英国政治 24小时 上个礼拜就约翰逊 和保守党 和脱欧拜 基本上就是一个最风光的日子 但是因为欧盟不知道 黏着那条线 就说禁制那个疫苗 离开这个欧盟 其实对香港来说是有影响的 虽然英国和它拆电而已 其实应该辉瑞 在比利时厂的疫苗 来不来到香港 真是一大疑问 我觉得 应该来不到 我觉得 就是说给你们听 英国它竟然限制出口去北爱尔兰 那就无端端北爱尔兰 就是变成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以往那些人经常都批评 英国政府或者约翰逊 经常都会有一条在北爱的硬边界 硬边界 这次竟然触从 欧盟竟然主动说禁运 禁运 这个真是 虽然约翰逊说 跟这个欧盟交涉 提出他那个深切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笑到 阿玛都不想出声 做得很开心 你真是这么愚蠢 玩政治 都是英国人比较好一点 是吧 聪明很多 这下真是重症下坏 是啊 是啊 就是英国式的官僚 是很懂得 怎样可以激到你 紮紮跳的 就是他们是很懂的 哇 多肉酸 搞到欧盟真是 说24小时之内 接着就说收回 不是 但是疫苗继续可以去北爱尔南 一来 就是现在其实虽然 如果没有这个Binotek 那个疫苗过去英国 是影响第二针的 确实是影响第二针 因为英国本土出产 是不够多的 但是其他东西 它竟然是想牛津阿士康内疫苗 是叫英国那些厂 给回欧洲 因为它不够 那你觉得英国 肯定不会理你了 是吧 那如果还在欧盟的话 我想就没有这支歌仔唱了 所以这个将会成为 未来的大说 我觉得保守党 搖旗立行的一个公职 脱钩的公职 就是疫苗在英国生产 英国用 渡过可能 可能渡过 现在不知道渡不渡过 这个所谓virus的危机 我觉得这个真是值得鼓舞的 也少了很多压力 那我询回 为什么它这么把炮呢 其实我想它也有部署 部署已经很早了 一来英国真的不像林郑那样 它真的是扔很多钱去买疫苗 我不知道钱在哪里 这么厉害的 个个都买云的 不像我们香港要等国内疫苗 所以现在说到没有第三期数据都可以了 没有说这些东西 其实它也没看你的报告的过程里面 它不停去购买 什么都买 那这个过程里 除了买之外 它也不少东西 它也投资了整个三亿 在这个英国的基础建设上面 就是投资和签合约 你做了疫苗 你都要包装储存 它就扔了整三亿 不要说捐给那些其他药厂 世卫不要说这些 本土 它扔了三亿磅出来去做 那现在这个上个礼拜 一个大件事就是说在威尔斯的地方 Rexim的地方就是 帮这个阿士康内药厂包装疫苗的工厂的地方 那里就发现有这个危险品 最后是虚惊一场 这个药厂每天包装接近一百万针 一个星期五天 约翰逊两个月前曾经摇旗立喊 做宣传的时候 就曾经去过这家在Rexim的药厂 这家药厂叫Wordhart 就是一家印度总部的厂 不过就在英国那里生产 这就是第一 现在重点在这里 那就因为这家 在这个包装厂在这里 药厂也是在这里 所以令到英国可以 现在每个礼拜 是带到二百万针 牛津阿士康内疫苗 都是靠这个主要的地方去生产 那其实欧盟说想 阿士康内调一些针过来 比欧洲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这家包装厂是英国有份投资的 所以怎么会听你行呢 就算你拿到那个疫苗也好 这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就是除了之外 他也都上个礼拜也都说到 英国政府又再审批 另一家在苏格兰的药厂 又会提供这个生产 在2021年底 又可以生产六亿剂的情况 那么陆陆陆陆陆陆陆也都有新的疫苗 英国的卫生单位是批了出来的 包括这个赞神 就是Johnson 那他批准了的同时 他一样在近米道士普的地方 英国东面海外的地方 又有一间药厂是负责生产 和包装新的疫苗 他和人签合药或者认可的时候 那个药厂就会放在英国那里生产 就确保你年年年打的 那个供应是足够的 所以你都不得不佩服 这个英国政府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他那个也有一些计划 就是不是那么令到国民那么担心 这些有点起信 是给我们现在是住在英国 或者准备来英国的朋友 多一点点安心的 雪姬 不过疫情仍然是很严重的 现在 是啊 死了10万人 是啊 现在接种那里 就一直是排队 现在就一直是 应该是70岁的到立 已经好像70岁的 然后一直这样降下去 因为越来越年轻的就排在后面 现在快要打到1千万 我等到1千8百万 我有机会打了 我属于老弱 不过都要等到1千8百万 打完二月 有机会轮到我了 三月头希望 那因为政府的教育 那阿占只要帮忙出一幅图 知道吗 一路说 一路说 一路让我看到 因为上个星期 欧盟要求英国 上几屋都不知道现在分开了 给亚士康内就说 我跟英国签约的 他早三个月签约的 接着就给了一幅图 说亚士康内牛津疫苗 在全世界的药厂 是供应不同的地区 英国不用说了 欧洲也有地方 让我看到 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 亚士康内 其实已经有了 採取区域 就是在 康泰生 这家药厂 是负责生产的 所以 大家可以看看图 所以过程里面 就是说 其实 虽然 亚士康内 就不肯说 不肯说 那些疫苗在哪里来 但是这幅图 就出卖了它 就是给了所有传媒的 提到 这个消息区域 第五 这部分 就是 其实 就是最近 提供疫苗的地方 就是 会有 二亿剂 就由 康泰生去生产的 澳洲 有澳洲 纽西兰有纽西兰 日本有日本 那就是说明那个捕捉地区 就是香港是包括在内 所以大家都不用想了 英国会调些亚士康内疫苗过来 我想都是很渺茫 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吃这个 那是一样 大家觉得一样就一样 钟南生和这些 现在香港的医学界说 第三期报告也不用的 那就不用了 是吧 打了就可以了 打得多人就知道有没有效 是吧 那盧医生 盧宠茂医生也说 你用降落傘之前 你有没有查过有没有第三期报告 不知人去变得 就是连那些专业人士 为什么都会变得这么快 这么有趣 我真的不太明白 真的 是不是喝了些不同的水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我真的不太理解 真的 没有报告都可以 其实 随便打点水进去都可以 有所谓的 我觉得 这个就是上个星期的那个说法 我说 英国政府现在很开心的地方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昨天呢 礼拜天呢 就是这个天空卫士 就做了访问 就跟这个工党前党魁 也都前首相 贝里亚做了一个访问 那贝里亚 是的 贝里亚呢 在这次疫苗上面 就当然指手挖脚了 因为 就是 贝里亚 就手挖脚了 那些决定又乱 那 那贝里亚就提出一个建议 打一针 拉长第二针的打的时间 令到多些人是受到抗体 那这件事呢 就提出来 所以现在的传媒就很喜欢找他 接受访问的 那昨天继续找他做访问 那有两个重点的 第一个重点呢 贝里亚就提出呢 希望 尽快服货的同时呢 所有的老师呢 就先打了疫苗 其实我们讲过的了 这个提议 是 阿舒基 贝里亚抄你而已 你知道吗 阿舒基 三十几万 三十几万先打了 三十几万一天就打完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疫苗的分量 不是很多 三十几万个老师 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先打了 那学校就要安心服货 那他提出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贝里亚被人质询的 喂 你支持脱欧 他不支持脱欧 他反对 他反对断 对不起我说错了 他不支持脱欧 他支持留欧 如果英国不脱欧 现在留在欧盟的话 那我们就没有疫苗了 所以都要上轿 其实那些主持人 真的都很尊重贝里亚的 如果是阿舒基你访问 你一定会掉下去 让他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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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是现役政府的 现役政府的成员 对吧 说了一大堆废话 对我来说 觉得 不要说你赞不赞成留欧 或者脱欧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现在譬如你说 那时候德国和荷兰 是想紧急去使用 这个辉瑞和BioNTech 快点 他说不行 要过欧洲卫生的部门才行 不给的 是因为想统一 因为这个就是 因为整天都是那个问题 就是大一桶的问题 就是整天 欧盟始终在官僚体制里面 很多时候都想尽量 27个国家一起工作 这个在实际上 做得上来 是有些困难的 但是有时就不懂得变通 有些紧急状况 就是不分清楚 这个也是使得 以前的人对他批评 就是救病的地方 是啊 你问 这次 他说 欧盟说要不准疫苗通去北外 那样 这个直接要启用这个脱欧的 article 16 紧急状态令 对环境生化各样有危险 所以要用article 16 实施了一个月 就立刻用紧急状态令 还是涉及这个 北外那么敏感的议题 这次还不死 这个访问 是否说 左兜右兜 又说什么什么 我听不明白 因为英文差 我听不明白 说一大堆什么 所以 其实回答不了重点 不过Sophia 这个天空卫视的主持人 我觉得跟他 私交甚睹 没有进一步睹他 没进一步睹他 算了 都知道回答不了 一个难题 对于支持留欧派的人 是一个难题 这部分刮下去 真的认了 就是你提到北外的问题 有人提到 就是说 这次欧盟自己 单方面提出article 16 就是禁运北外 其实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就是你自己 可能就希望有一个 这个硬脱欧的安排 或者甚至你是要求 留着有一个实体海关 关卡在这个北外上面 那帮英国的领土完整化 是有一个很大的功劳 亦都对 未来错一错这个 这个苏格兰民族党 和这个北外新分党 基本上那个企业 你看到 如果你留在欧盟 就是这样的了 没有疫苗的了 如果不是英国政府这么快 你有鬼得打疫苗吗 这样 那苏格兰民族党第一首相 还说要公布 这个英国有多少疫苗的储存 想着要增加透明度 被英国政府警告 他说这个星期都继续公布 那今次又被他挂了巴掌 给约翰逊 所以我觉得今次约翰逊 政府都算 威威了 这次是吧 雪姬虽然你不太支持他 不知道 是的 我经常都说 英国人经常说 a week is too long in politics 那还是一步一步看 今次来说 无可否认 英国对疫苗 今次政府方面是做得不错的 那就要看看 就是以分开来说 是的 虽然我不支持养翰逊 是的 是的 那就差不多了 到最后有个听众问 Theresa Choy 问父母有BNO 和儿子 但是儿子就没有BNO 儿子可否独立申请 父母有BNO 和儿子 没有BNO 18岁没有BNO 没有BNO 18岁就不可以申请 父母和儿子就可以申请 主申请人一定有BNO 他不是申请人 但是他是Dependent 他只是作为他 就跟父母一起 是的 他不能独立申请 刚才有听众问 如果已经超过18岁 已经成长了 都可以 是的 现在我的理解 可以的 只要作为一家人申请就行了 对 要证明你是Dependent 是的 证明你是Dependent 如果你是 最好你是同住 经济依赖 那是Dependent 就行了 有些证明是一家 总而言之 有些方法 一家人 每个月都问 父母拿来用钱 不是一家人 一向来用钱 又帮他公书教学 又多了藉口 铺路申请BNO Visa 问书记 付钱 老爸 给你付钱 为了符合将来的证明 我有能力 有资格申请BNO Visa 最好你就过数 到我户口那里 证明我每个月都省钱 这个很正常的证据 奇哥 我们大家作为做过父母的经验 都知道这些证据是不难拿的 是吧 是吧 千万不要给现金我 麻烦你银行过数 是吧 就算我现在30岁 都问父母拿钱 你记住过数 不要给现金我 开始都行 一路都要住在父母的家 或者他帮你交租 那就是最简单 那就是最简单 对不对 或者你在公屋里面 不要取消你的户籍 就算搬出去也好 所以这件事 整体来说真的不难证明 如果只是事实上 真的家庭成员一部分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 基本上看下去 除非有些听众 有些消息就通知我们 整体看下去 整件事就很适合 大家多个参加 所以有些听众 完了直播之后 可以上回我们D100BNO 自己有的网页里面 有问题有分享也好 或者你有遇过这样的经验 是可以的 也可以和其他听众分享 提醒一下其他人 D100自己有 上去我们的网页里面留言 或者给我们讯息也行 那就可以大家交流一下 现在申请就是漫长路 今天节目差不多 星期三再见 再见